Micheal哥, 你們喜歡吃粵菜嗎? 當然喜歡 粵菜當中你最喜歡吃什麼? 當然是斬料, 又方便又好吃 斬料當中你最喜歡吃什麼? 燒鵝 燒鵝? 你在香港深井的燒鵝吃得多 有否吃過古井的燒鵝? 沒吃過, 我知道很出名 但真的沒吃過 香港還有七百多年歷史 這麼厲害? 不如我跟你一起吃 好, 馬上 走吧 三哥, 你好 古井燒鵝這麼好吃, 它有什麼秘籍之處? 我們的市場是五十度不需要吃 因為五十到六十天, 我的皮膚那麼好 第二, 我就是燒鵝 燒鵝, 燒鵝, 三個是燒鵝 聽說是用麗芝茶 有很多煙燻味 聽說, 一直燒鵝, 到入爐之前 是有什麼步驟 清洗鹽, 開燒鵝 那怎麼打氣進去? 用人菜的 我還要捉住屁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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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清鵝, 清鵝, 清鵝料, 有很多食材 終於開飯了 三哥, 到底我們的古井燒鵝和深井燒鵝有什麼不同? 古井燒鵝和燒鵝, 燒鵝不同 我們的古井燒鵝是用濕料 真正是鹽汁, 因為以前開放 明明明的私階, 慢慢的 線路是那邊 深井原來是古井傳播的 對, 我們有燒鵝, 又有鵝舌, 和腸 我們起飯了 我們起飯了 古井燒鵝已有七百多年歷史 被譽為廣東最出名的燒鵝之一 亦都是江門名陽海外的飲食名片 在江門橋包的心裏 古井燒鵝不只是一道普通的美食 它仍然是我們老百姓 和光門的集體情侯 它是一種風土人情 所以有空要來古井吃這個燒鵝 感受一下這個情侯